嗨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 我是教华文的朱老师 现在我们想跟大家讲解一下 爸爸丢生 我们要看这个视频的一些步骤和程序 首先呢你要先进入的是Dashboard Dashboard就是我们的一个入门口 要从这个大门进来 然后进来以后 你在我们的屏幕上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所显示的字样 那么作为小学呢 我们有四个科目 小六会考的时候 PSC考试的时候 有英文数学科学还有华文 这四个科目是小六会考的必考科目 那么我们要求同学们呢 如果你定制了我们爸爸丢生的这些视频的话 希望同学们每天都要能够坚持看一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用华文来说 我们总共呢一年当中有五十节课 那你知道一个星期 一年里面有五十二个星期对吗 如果按照这个进度的话 你每天看一课 那么一年当中就基本上可以把我们这个视频都写完了 这个一个星期当中你除了看华文以外 一定要记得看你所有考试的科目 就是四个科目 英文数学还有科学 那么在平时如果以这个进度来进行的话 那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到了考试 或者假期考完试以后 你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聪裕的时候呢 我们给你一个好的建议 您不妨一个星期看两课 那么加上你四个科目呢 你可以一个星期里面可以看到八节课 那么你用空余的时间 多学的时间 多学的科目呢 为了以后要有更多的时间做复习 对吗 就是我们要打有准备之杖 这样的一个进度是比较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你看到的屏幕上 进入了我们的华文的视频 你看到的华文视频呢 就像我们说的一首五十节课 那么这五十节课是怎么划分的呢 你看从头到尾 那么实际上您知道的考小六会考 包括我们小五考试 一共华文考试一共有四个项目 对吗 那么哪四个项目呢 我们说是有口试听力 还有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试卷一 试卷一就是我们的作文 还有试卷二 什么叫试卷二呢 试卷二是我们的重头系 就是我们的别伯都 别伯都考试就是跟着课文 老师上课的时候讲的课本 大部分呢都是用在考我们的试卷二上面的 但是呢我们华文考试的总分是200分 这200分的分配 您知道是什么样的比例吗 那么其中听力呢有20分 然后呢口试呢占了50分 然后还有作文是40分 然后还有我们的试卷二 所以按照这样的比例 在我们的五十节课当中 那么我们都一每节每个部分都没有落掉 所以您会仔细看 会挑选有几科是听力课 当然还有几科呢是口试课 我们还讲解了作文的技巧 作文的好词好句 还有作文怎么样来写 看图作文 看图作文 你看到的看图作文有哪些技巧 可以用在我们的写作当中 可以有什么样的描写 有什么样的开头方法 结尾方法 然后我们还有作文的范例 那你还可以跟着朱老师视频的图片的讲解 你就可以把这各一篇看图作文 还有当然也有一些命题作文 能够把它写好 写完整 写得优美 那你就可以从容的参加走上考场了 那这是作文 那么还有听力 口试 这些在我们的华文考试中都是占比例的 所以这五十节课当中呢 都会包含在里面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们的重点中的重点 是我们跟着课本走的试卷二部分 那么试卷二呢 虽然说是跟着课本走 可是因为我们的课目有限 因为五十节课还要包括 包括口试听力和作文 对吗 所以我们不能跟着课文 一课一课的安排 那么我们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当然是依据小六会考的 MOE的教育部的 Citiba教育部的教学大纲在走 也就是我们的 你看到的阅读技巧 还有我们CAA的练习里面的词汇部分 都是我们课文 都是向教育部规定的 教学大纲里面的词语要掌握的 那么在掌握这些词语的基础之上呢 我们还要掌握的是阅读理解 因为阅读理解就像理作 对吗 阅读理解和作文是同学们的重点 也是难点 所谓重点呢 因为它的分数多 所谓难点呢 是因为你们会丢分也多 所以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比例 用在我们解答解释 阅读理解篇章的技巧和方法 这个呢 为什么会花很多很多时间和比例在上面呢 一个是同学们丢分多 第二个是难度也大 第三个呢 是我们考虑到在学校里面 对吗 老师要花很多时间讲解课文 那么在你们理解了课文生字的基础上呢 我们还要帮助我们考试的时候就要理解阅读篇章的技巧了 所以我们作为我们课后的一个跟进 课后的一个辅助 所以我相信这50节课对你去复习考试 对你满怀心心的引考一定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您不妨去试试看 跟着刚才朱老师的讲解 你能不能理解到这些课程对你的必须之处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我们现在给您显示的课程大纲 总之呢 我们的这华文考试的六四个项目 在我们的50节课里都包含到了 而且呢 是突出重点的 突出重点和难点的 所以一颗一颗的学 一颗一颗的跟着我们的刚才老师说的 一个星期上一课 然后你假期的时候多上两课 就像我们其他的科目一样 那么我相信你可以很有信心 很有耐心的学完以后 你的信心就会变得很信心满满的走上考场了 这是我们讲解的我们的课的主要部分 然后接下来呢 你会看到我们的从lesson plan对吗 进入50节课以后 另外还有个topic map 这个是我们爸爸丢顺 给大家的更多的额外练习的部分 所谓额外练习就是希望你用你的时间 多一点对课文的词语的 对你的其他科目的这主要是英文 数学和科学这三个科目 在更多的练习给您 是在额外的topic map里面有额外的课程的练习 你可以仔细的选择一下 多做一些练习 那么我们说做一个多多益善对吗 熟能生巧 所以我想你做topic map练习 对你的学习的辅助是有帮助的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部分 好各位同学 爸爸妈妈们 现在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report卡 就是记录卡 也就是您做的点点滴滴 都会有记录的 只要您做了就会留下痕迹 对吗 那么我们看 我们举个例子 现在是如果是8月份的18号 对吗 那你到底 小朋友们你到底做了哪些事呢 我们这里记录的清清楚楚 我们看到比如说你的华文课 对吗 我们看华文的第11课 那么11课呢 我们给大家的video是25分钟 嗯这个小朋友不错哦 他真的是看了满满的 把整个视频都看完了 应该表扬一下是不是 所以满满的看了25分钟 所以我们要从头到尾看完 不是只是点击进去 所以你看了几分钟 这边是有记录的哦 然后我们再来看 那你19号又做了些什么事呢 19号我们看看您的科学 我们是科学的第11课 对吗 11课里面呢 我们说整个部分有10道题 那你做了几道呢 做了做对了六道是不是 没有对是个是零 做错了四道 所以我们来看看 那么到底成绩怎么样 我们从这里 爸爸妈妈还有你自己 都是可以验证的 好这边对错 我们说一览无余 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你给你自己打分 也可以叫你爸爸妈妈 看了你的成绩以后 让你爸爸妈妈再做个合证 到底你这次练习可以得几分 那么这个是科学的 对吗 第11课 你大概会了解 你的进度 你在上面花的时间 然后呢 你的验证的最后的成绩 然后不要忘记哦 除此之外呢 爸爸丢生还会每个星期 都会给家长 给爸爸妈妈发一则简讯 告诉孩子们 告诉家长孩子们的学习进度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样本 对吗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25道题 你做了做对了几道 可以拿几分 那么你哪些科目 我刚才说四个科目 你到底哪些科目 你学了几科呢 你看到的这个 下面的这个科学 它是零 那就没有 这个星期 这一天 14号 8月14号这天 你学了数学 学了华文 学了英文 可是你科学呢 就没有学 然后呢 你花的时间 在这里也是一目了然 对吗 看得清清楚楚 你在看了38分钟 回答的问题 正确率 又拿到了51分 对吗 爸爸妈妈看了 知道你是在上面花了时间的 就看得很清楚 一目了然 那么花了时间以后 效果怎么样 拿了几分 这边也是给你一个 很明确的分数 打出来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 不用 也不用 知道这是有实实在在 效果的 对吗 好 那么就希望您能够在看这个屏幕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有一个package 有一个整套的一个配套 那么学的时候 因为是跟着你学校的考试科目走的 所以呢 每一课都不要成为你的落后项目 不要让哪一课拖了你的后腿 齐头并进 让你满满的丰收满满 对吗 可以得到最圆满的丰收 好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先讲到这里吧 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 欢迎你随时打电话来哦